4月3号7点2强震重创花莲 加上23日的连续强震 三栋大楼及饭店青岛 其实他们都在同一区 仅距离数百公尺的距离 却也被网友看出这样的巧合 三栋大楼都在花莲市 天王兴大楼青岛后历经12天拆除 富凯大饭店倾斜警方封路 而被列为红丹的统帅大楼 在23日地震后软脚倾斜 细旧位置发现三栋 呈现一个大三角形 还相当靠近密轮断层 距离在15公尺以外 你就是要做耐震补强 在15公尺以内 那就要承受风险了 补强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安全 学者点出密轮断层 是运震几率很高的一条活动断层 1951年花东纵谷大地震规模有7.1 造成68人不幸死亡 当时推测恐怕与密轮断层有关 是我们的那个钻探 最深最深也大概只能赚到 10公里左右了 对密轮断层赚了一口气 那其实对那个密轮断层 能量的那个累积的那种情况 其实我觉得 一阵一阵一阵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耐不住强震 有大楼房屋受损被列为围楼 甚至面临被拆除命运 有网友更直指 呼吁政府注意这些危险区域上 房屋安全问题 就怕靠近密轮断层 因强震成了高风险 在地区中部